按照你所說 我發片罵他有關你測試嗎? 究竟你同意嗎?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身邊總會有一部電話或電腦 去處理生活上的大小事務 包括有工作、打機、看電影、上課、聊天 甚至是看雀仔 你都會發現 在你的日常生活方面 都慢慢習慣了網絡為你帶來的方便 但正正因為網絡科技為你帶來的便利 而往往都會回落當中的危機 真是一趕就來的 沒錯! 就是你的個人資料被盜用 甚至是被... 行好 所以我可以同時跟大家推出了一個VPN 叫做NordVPN 是一個在有一世紀 能夠保護自己的虛擬私人網絡 服務遍佈全球59個國家 擁有超過5500個伺服 速度又快又穩 又保障到你的私人 又隱藏到你的身份 NordVPN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可以突破地區的限制 透過轉用美國IP或日本IP 讓你看Netflix 都可以看多一點 今天你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 就可以獲得最高3、2折的優惠 平均每天只需1元 我每天只需1元 再免費送你3個月 再給你同時連接6部裝置 連我自己都用緊 你們不是還要想嗎? 祝好大家的Ger 終於又來到回應小福系列 Part 5 這個系列大大話話拍了4集 真是... 美國肯定要拍1、2、2折的優惠 但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要出來給我唱? 最搞笑的是 你們的頭髮又說我個人 點點點點 趁我頭髮又跑去看影片 神經病是不是有病的? 但既然罵你們都不肯走 有人不去做狗 當要經常出來獻醜 那弟弟我 唯有把你的濕狗留言公諸於世 就要告訴大家 你們這些小粉紅究竟有多敢 廢呀! 影片開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加入我的本頻道 支持我的頻道 好啦 現在立即開始 下面留言說 原來大聲家的遭口就是道理 你有沒有認真聽到說什麼? 有沒有看清楚引用的資料? 你一條七頭 如果用你的邏輯 那是不是細聲斯文就代表有道理? 他吃大便吧 公道是自在人心的嘛 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 就看給你現在被人罵吧 之後來到這一位 應該不是小粉紅 但既然你這麼有理性 我唯有客氣去回應 相信你應該去回應我淘寶的影片 就指出現在這三點 就說到其他網購平台都是這樣 然後就說我針對淘寶做什麼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我第一個論點不是這樣 還有在我那段影片 都說得相當明顯 你不相信嗎? 第一個原因就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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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呀! 我說得這麼明顯 你都可以聽錯論點 冷靜冷靜冷靜 問題是 知道你懂得看吧 看不看得到啊 是便宜這兩個字 但你都可以不到一回事 真的 我那段影片是說 因為淘寶 便宜到很離譜 就會令人覺得很節省 又什麼都可以買一餐 再加上有道消費的設計 而大大增加大家在淘寶上的消費 明白嗎? 別在這裡跟我斷章取義吧 其次你就指出 到處都有風險成本問題 我就知道了 但重點是淘寶的風險成本大嘛 香港也有強姦案 印度也有強姦案 但我可不可以說香港的强姦案 跟印度一樣這麼嚴重啊 說夠夠 之後就是 港嫖家虎男也乃狗 在國內網站交為圓圓 其實這個虎男也有解釋過了 再加上要認識的虎男 然後下一個留言就說 我走這裡看 你憑什麼要我白看? 遇死不讓你射 然後下一個留言就是 到時了 什麼雷仙死了? 混蛋 你為什麼要清晨到睡地? 你們有病人偷偷電話 麻煩你幫我處理一下 然後下一個留言就是 這麼搞笑的? 不看就不看吧 你現在不給香港的新聞自由? 即是不要說看四條插頭 九成九明天看完Beta就走 那條影片就是分享我對CCTV的看法 以及指出的報導有多賤家 那我又怎樣不給香港的新聞自由? 我阻礙他們的新聞採訪? 還是找人破壞他們的錄影廠? 從來跟我說什麼新聞自由? 之後再到下一位 真可悲的港獨 現在要靠打廣告賺錢啊 不是啦 這個真的好笑 真的很想說 我這些賣廣告 但就不算是打廣告 打廣告是要我用一筆錢 叫Youtube幫我宣傳影片 你給我一點面子 不過算 我就當你按摩打錯字 但Youtuber不斷都是靠廣告收入 你不知就不要衝出來賺啦 情況就好像你不會跟我插畫師說 可憐啦 一插畫師輪落到要畫畫為身 又或者你不會對著老師說 該死啦 現在要靠教室來賺錢 搞笑死人啦 這個世界有你這些人真可憐啦 其實都是網民幫我回覆了他的 換你的回應是 哈哈 廢青快去美國支援一下 嘩 你說話那麼飄忽 你瘋了 好了 下一位就說到 有證據說 J仔是越南集中 居然有點這樣的事 但證據呢 大哥啊 你再說幾句 讓我知道你有什麼證據 你一說一句就走 那這些就叫做暗狗狗 好了 之後就是 我是大陸小分熊 呃… 我也很歡迎你來我這個頻道 到之後就是 看到你們這些暴徒難受我就很開心 哈哈哈哈 你說什麼 糟了 這樣會令你難受 今天我很大殺氣 你這樣搞就說我多尷尬就行了 你都會說啦 香港連表面的安定繁榮都沒有 即是你都覺得香港一早就沒有了安定繁榮 那究竟是誰搞成這樣呢 就是以往一班只會賺錢 不理香港長期發展的人 就是你呀 之後有一個留言說 我看你也是抱著政治角度去看 哎呀 Roger而已 等等 首先要搞清楚一點 不是我用政治角度去看他 而是根本整件事 都是關於政治的 看清楚別人的聲明寫什麼才好答對 因為政治想法不一而你的影片消失 對呀 他在中國市場是與我無關的 但他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助長中共極權政府行為 而我們香港人正正是受中共壓迫的一群 那為什麼又與我無關呢 之後有一個留言說到 死廢青人的網紅在做什麼 下架什麼片又關你什麼事 到底你同意嗎 剛才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就有他吧 照你這樣說 我發片罵他有關你差事嗎 要經你同意嗎 我夠夠 從在說別人道德水平低 那你這個留言就有多高啊 找到試照自己吧 之後有一個留言很搞笑 他就說了一句話 這個是典型的馬來人種 頭嘴上蒜頭鼻咪啞 典型東南亞人 再清楚一點說多次 頭嘴上蒜頭鼻咪啞 然後就有人說到 自己沒有錢買貴的貴的貴眼鏡 真的好笑的 照你這樣想 你出去吃飯吃肚子餓的時候 那我又可不可以說 你沒有錢吃貴的貴茶餐廳 又或者當你買一件爛衣服的時候 那我可不可以說 你沒有錢買Chanel 你這個貴UniChanel 我照你啦 現在的根本問題不是說你沒有錢嘛 而是淘寶有一大堆垃圾物件嘛 我這樣說也不行 你想要我屁股嗎 之後有一位就說到 不知道要你百兩金 什麼?百兩金? 之後有人說到 見過吃飯的 但沒見過貴客吃屎的 看著鏡子吃東西就看到了 之後有人說到 這傻屌我見一次打一次 打你就打吧 不要這麼多廢話好不好 之後有人說到 你媽的真的不小心出拉屎 結果是生了你 我笑死人啊 押士啊押士 生B是生B 你會不會無故從押士生B出來 真是說你低能都在賺你 因為你低能起碼多一個老子嘛 我只生B 另一百次來的 之後到一位網民就說到 土生土將 你有沒有丁權死 根據字眼的解釋 土生土將就指 由小到大都是當地生長 明不明啊 關什麼春夜丁權事 拆懶懶食甜痛就是這一種 今天就到這裡 其實看了這麼多小朋友的評論 我只能說 你這樣做是不會令到我害怕的 而只是想告訴我 你這群傻傻 不就是縮頭烏龜 如果答謝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我將會推出一個叫做 粉紅月空 每個月都收集一大堆小朋友的留言 作出回應 讓大家定期多看多一點 就不要變得你這麼白癡 那麼多一句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的鈴鐺 心理事長長先收看 拜拜 真是很想說 好 阿嘻嘻 阿嘻嘻 阿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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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